我是徐永初 我在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校长之业 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将近20年 学校其实前身是两所美国教会学校 一所是圣玛丽亚女校 一所是中西女校 那如果说最著名的校友 圣玛丽亚就诞生了张爱玲 我们的中西女中就诞生了宋慈三姐妹 所以我们这所学校从开办到现在 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讲女孩子应该怎么样 我们从来没有把女红课程 家政课程作为学校的主流课程 我们培养人的一个目标的特征表现 我们最后把它呈现为八个字 那就是独立 能干 关爱 优雅 当然我们的优雅不仅仅是行为的优雅 还有她的品味 还有她的志向 她的学舍要广播一些 也要有一些趣味 那这个雅字也在其中 看到他方说 你能写回的词 你能试词 你能试带